今天是用而且的话 end的话 比如说这个是要20以上 所以他会先 有点像筛选的第一个条件 筛选的第二个条件 就是销售额必须是在8万以上的 帮我留下 帮我就是变成合格跟不合格 那我们如果要用那什么 用那个就是 i sell 里面的规则的话 第一个就是用逻辑 那逻辑里面不外乎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end函数 一个是if函数 那所以第一个一定是if包在外面 if 这个规则大于20 这个大于包 可是问你一个格子里面怎么放两个 特别需要如果两个的话 记得请你在前面自己打一个and 钱瓜糊 第一个条件就这个 所以多一个什么end钱瓜糊 然后这个条件要大于20 第二个条件请你多按一个逗点 反正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再逗点 第四个条件再逗点就对了 OK 反正就一直逗点 也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规则 不过理论上大概两三个就已经算蛮多的 这个条件怎么样 大于8万 OK 然后后刮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打多个条件 也就是第一个条件要是true 第二个条件也要是true 它的结果才会是true true就会执行这个 如果其中有个false 很抱歉就执行false OK 所以如果是 大家我再打个yes好了 简单一下 另外一个打个no OK 打个y好了 那这样的话按确定 那结果呢 马上就可以帮我做出来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吧 只是说多一个 那个逻辑前面加一个end 那如果是或的话 或就是其中一个出现 反正不管是销售量或销售 反正直接用一个有超过 那就算为true了 所以偶尔会比较宽松 end会比较严格 那当然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这样的逻辑 再改VBA的话 OK VBA 所以第一个 下面执行 上面是执行 也许sale的那个函数 用函数来做 下面的话用VBA的话 那当然如果你已经写好 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拿这个来修改就可以了 有没有 那么把成绩改业绩算 所以成绩成绩的sub 那如果你要用的话 或者你如果觉得说 这个太混乱 你可以再插入一个 模组也可以 比如说不同的 你就把它贴上 这边改成业绩 OK 比如说这边的话 如果我今天呢 不叫成 因为不能叫一样的名称 所以你改个业绩好了 业绩 然后这边业绩 那其实只要改几个地方就OK了 第一个就是 for i 等于12到17 12到17 对 所以12到17 当然我讲过了 你这边可以用向下追踪的 之前讲过嘛 哪一个 从这边向下追踪就OK 不过这里你可能要注意 如果你 Range A12 Ctrl向下 会出错 为什么 因为下面有一个不相干的东西 所以怎么办 要不就是把它切 就是中间再插入一个空白 列 把它怎么样 现在储存向下移动 让它向下移动就可以了 多一个 就是多一个 它Ctrl向下 才不会出错 追踪才不会追踪失败 OK 如果说你多一个不相干的东西 可能会造成追踪失败 那追踪我前面也讲过 有没有 你可以怎么样 从A12向下追踪 那那个写法还记得吧 你可以有什么 Range Range A12向下追踪 Range A12向下追踪 Range A12向下追踪 从A12向下追踪 Range A12向下追踪 Range A12向下追踪 然后前刮 Range A12向下追踪 Range A12向下追踪 然后呢 点什么呢 帮我把追踪到的那个列 告诉我 所以理论上呢 它这个列Range A12向下追踪 它就会把 这个叙述意思 就像刚刚我讲的 就是Ctrl向下 它就会帮我把17 带过来 放在这里 那以后资料会多 它就自动变动 这个前面有讲过 只是说复习一下 好 那如果说呢 条件 条件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如果 怎么 第一个 B栏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改成B Range B 它大于 大于20 所以这边不用等于 20 但是问题来了 还有第二个条件 怎么办 其实很容易 很直觉 刚刚是放前面 那VBA是放中间 AND AND 控格 其实它叙述有点像是那个 你那个英文英式的那种叙述方法 反正就是这个 AND 这个单字跟单字中间一定要空白 然后呢 条件其实可以拿这个来复制 这个复制到这边 所以Ctrl按住 修改一下 B栏变成D 可以用改的 大于8万 所以这边的话就打上 反正就是很直觉的 也应该也不太容易打错 反正照我这种方式 我觉得写起程式来还蛮愉快的 但你可以 真的 真的 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你说程式写真的 你只要讲得出逻辑 你不要连你要写什么都不知道 那我当然也不知道 如果你 真的有人说我就是要这样子 那你要像我不知道你要什么样 所以你们来学VBA 也不见得说自己要动手 你至少你要会讲 讲给会的人听得懂 不然的话以前真的 你真的是秀才遇到兵 真的有时候 不知道怎么跟他对话 我常常讲 你会找一个会的人 比较快 会的人 不然的话真的 你讲的东西 因为他不太了解这种 有没有 程式逻辑 但也不要很会 你至少要基本的了解一下 你告诉我大概的情况 也比较好沟通 真的不然的话 就是要浪费时间而已 不然就改来改去 改改改 OK 那就很浪费时间 好改完了 最后输出到一栏 所以这边改一下一 所以其实 大概就是改一些 比较关键的地方 这样成绩 业绩就出现 我们试一下看 好不好OK 资金 有不要放在这个范围 不能放外面 放里面 OK 执行 有没有 跟上面是一样的 顶多就是在一个清除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多一个end在这个中间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是 我们上面是用end包在外面 这边的话是多一个end 放在哪里呢 放在第二个条件的后面 而且特别之后也是要完整的叙述 你不能说 信用同学好像说什么 可不可以少一个什么东西之类了 反正你不能说像这样的不完整的叙述 一定要是完整的叙述才OK 就可以把结果给输出了 其他的话像偶尔 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偶尔的话就end旁边这边 这边也是20或6万 那当然你逻辑的部分的话也是一样 如果说这个或这个 所以你记得可以在前面加一个 刚刚是加end 你这边是加偶尔 前刮壶 规则差不多 这个 然后呢 这个如果是怎么样 他要大于20 第二个条件就逗点 金额 或者是这个金额 大于6万 OK后刮壶一下 那当然结果 其实其中一个为处就为处 所以这边的话变 他很容易就是为yes OK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底下向下填满 所以你会发现只有这一个 如果两个都没有 那当然就no了 所以其中一个为处就OK 那这个地方的成绩考评输出的话 其实如果以VBA来看的话 其实只要改一个地方 我后面加一个偶尔好了 就是加一个业绩偶尔 那其实只要改这边 改这边加一个偶尔 然后一样是低栏 范围一样 所以其实都不用改 其实就只有改成偶尔 6万 对的6万 OK好 所以表示同学应该都很聚精会神 比对我还要 我写作习惯是这样 就是其实反正我就先跑跑看 然后我再去盯看看 因为就先跑出结果 不然的话其实要 很非常聚精会神 其实很伤那个眼力跟脑力 OK 所以把它知心一下 OK 看一下 底下只是因为缩牌的关系 那结果应该是OK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 重点回归 一个1就是这个地方 在外面包一个 end 跟偶尔 另外就是把VBA 那VBA其实我只是把 刚刚的程式贴过来 改了一个那个就是这个后面的东西 跟这个后面的东西 其他其实基本上都差不多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当然你那个Function 那个制定函数也可以照刚刚的方法做 所以我想制定函数部分 就请各位自己再衍生看看 有没有办法再把业绩函数给做出来 或者叫业绩偶尔函数也可以